哈喽 大家好 我是周 欢迎收看今天的《变眼金刚》漫画评书节目 咱们这一部讲解了由SkyBangAmy公司出品的 全新系列的《变眼金刚》漫画 每本书都是非常的精彩 咱们这个节目的话是月更节目 每个月出一本 为什么 因为就是公司的话是一个月更的刊物 每个月才发售一本 那么让我苦苦等待了一个月 才看到第三本书 那么这个系列给我的感觉的话 就是每本书都是非常的血腥暴力 那么真的是看到我这个热血沸腾 肾上限速的话也是倍增 那么每本书的话基本都是必死人 那么这本书的话也不例外 我们待会的话就会看到了 好 那么这本书的话 其实是有三个不同的封面 有两个variant 就是这个特殊封面 一个的话是普通封面 我们今天主要讲解的话 就是这个普通的封面 因为这个特殊封面的内容的话 跟这个普通版的话是完全一样的 只不过是这个封面的区别 好 上方写了Transformers 就是变形金刚 简单是他们的话 是可以随便改变那个形态 进行一个隐医身份 在峰会的话是两个咱们非常熟悉的角色 一个的话就是红色的Optimus Prime 晴天柱大哥 一个的话就是这个蓝紫色的这个Soundwave Soundwave的话就是声波 它是这个霸天虎的第一红人 没错 霸天虎的标志的话 就是取自于它这个面相 那这个时候声波这个胸口的面板的话 是被这个大哥抓碎 而前方的话正是这个Ravit机械狗 在这个胸口的话 是刚刚出了一盘子弹 正在变形的正是这个Laser Big激光鸟 而且肩头站的话正是这个Rumble 轰隆隆 那这个时候声波的话 是抓住大哥的这把枪 还有这个大哥的手腕 而下方的这个Optimus Prime的话 也是这个由下而上 那么是这个捏住这个声波的这个胸口的面板 那么此情此情到底是因何而共 咱们确听此回合的分解 好 那么书间前文 咱们上回讲到这个Carly 那么这个女孩子 她的话是回到家中 发现这个火花老爹的话 是在这个自己家中 然后她的话收到了自己的这个父亲 这个被杀的这个消息 那么她的话也是这个精神崩溃 那这个时候火花老爹跟她说 说孩子你振作一点 那么不要这样 那这个时候Carly问这个火花老爹 说我爸爸是怎么死的 我想知道 好 那么火花老爹跟那个Carly说 说你爸爸的话是被这个机器人握在手中 生生的钻成粉碎 那么Carly跟他说 说怎么回事 老爹跟他说 说我怎么跟你说呢 就是你爸爸是被这个机器人拿在手中 然后的话声声的 这个时候Carly问这个火花老爹 说那个机器人是不是红色和灰色相间 可以变成机器人呢 那这老爹问这个女孩子 说你怎么知道的 那么你是看到什么东西吗 女孩子跟那个火花老爹说 说我当时的话是看到他站起来醒来 那这个时候火花老爹问这个Carly 说这个那我的儿子刺头 Spike怎么样 你知道他在哪吗 那正在这个时候 这个机器人的话 是这个降临屋内 是把这个屋子 这个天火板的话 是这个炸裂 那这个时候火花老爹的话 是让这个Carly躲在自己身后 那么他的话是拿起 这把M16枪的话 进行一个攻击 那这个机器人 是这个抓住了老爹的肩头 是用力向后一甩 直接将它甩到后面去 那就是Carly的话 是想要这个淘宝 但是的话却被逼到墙角 那么这个时候Carly跟这个救护鸟 说说你不要过来 救护鸟的话也是不听啊 是咄咄逼近 那这个时候有一个声音的话 是从那个旁边传过来 就是说你没有听到 这个女孩子跟你说 不要靠近吗 没错 她的话正是这个Cliff Jumper 飞过山 飞过山的话 是拽住这个救护鸟的嘴巴 那么将她的话 是这个创到一旁 然后的话 就是紧接着就是一脚 这个的话 是这个非常的劲道十足 将你救护鸟的头部的话 几乎这个踢变形 好 那么这个时候Carly跟这个飞过山说 说你怎么来了 飞过山跟他说 说当初的话 是你驾车离开 那么我的话 是怕你出现意外 我是在这个身后跟随 那么得亏的话 是我跟着你 否则的话 真的是有这个不好的事情 就要发生了 那这个时候火花老爹的话 是拿枪指着这个飞过山的头部 跟他说你给我离开 那这个时候老爹的话 是抠动扳机 那么飞过山的话 也是被这个直接爆头 那这个时候Carly的话 是要阻止这个火花老爹 跟他说您不要射击 那么另一方面 这个飞过山的话 是直接被这个打出了屋子 那个老爹的话 是拽住Carly的手 跟他说咱们快点离开这里 这里吧 是这个是非之地 不宜久留 那么在这Carly 那么坐上警车是离开此处 好 画面来到这个方舟号的内部 这个时候 红蜘蛛是问这个声波 说你不是说能把这个显像一号修好吗 怎么还没修好 声波跟你红蜘蛛说 说咱们虽然这个能量是有 但是这个原料不足 我是不能够把这个显像一号 修成之前的这个状态的 那么红蜘蛛跟他说 说你少给我来了 咱们之前不是抢夺一个工厂 咱们是夺了很多的这个钢铁 为什么不能使用 那么这个时候声波跟他说 说这些钢铁的话 都是这个普通的原料 咱们修这个显一号 需要用这个符合的这个钢材 才能把它修好 那么我相信这个星球上 可能会有那些这个原料 但是我们还没有找到 如果这个威灵天在的话 就会 那这个时候 红蜘蛛一清 这个声波说的威灵天的话 是立刻将它一巴掌扇翻 来跟他说 说我告诉你多少次了 那么这个他的话 也是这个接通的讯号 那么红蜘蛛问他是怎么回事 那么声波跟他说 说是这个激光鸟 是发现这个汽车人 那么这个时候红蜘蛛话 也是这个大喊这个闹翻天 这个闹翻天话 正在这个喝这个能量饮料 那么红蜘蛛跟这个闹蜘蛛说 说我这个话的话是比较忙 你给我解决一下这个汽车人 好的 画面也转 那么再次来这个老爹这边 老爹的话呢 是带着这Carly 是驾驶的这个刚才到来的警车 那么进去一个飞奔 来到了一个酒吧 那么Carly问这个老爹 说您为什么来这个地方 那么这个伙伙老爹跟他说 说我的话是试图通过电话 邮件以及这个沟通方式 来联系酒吧 但是的话是这个鸟无音信 那么应该的话 是咱们这个通讯系统 是被这个切断了 我只能带你来到这个地方 那么他一开门 发现你们的话 是这个老板正在这个擦拭杯子 那么他问这个Danny 说这个你们的话 有没有听到 这个在这个乡镇周围的话 有一些这个爆炸的声音 那老板说的话 当然听到了 那么看来现在的话 是每个人的话都是这个剑拔弩张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伙老爹说 说当然是这样了 因为咱这个地方 正在是这个被机器人攻击 那么正在这个时候 旁边的话 出现了非常多的 这个手拿武器的平民 那么跟这个伙老爹说 说您说怎么办吧 那伙老爹说 说机器人的话 仿佛是这个把握的儿子给绑架 那么这个闲言不多出 咱们的话是把握的儿子 给他抢回来 那这个时候 这个Carly的话 是跟这个老爹说 说其实并不是这样 有的机器人的话 是好的机器人 那么这个时候 伙老爹跟他说 说看见这孩子说的是什么话 那这个时候Carly跟他说 说我跟您的儿子刺头 是曾经碰到我一些机器人 那么他们这个作战的目的的话 是好的 那伙老爹跟他说 说孩子 我的话真正经历过战斗 那么只要这个枪声一响 不管你是哪一边的 不管你的作战目的如何的 都会有人会死掉 好了 话刚说到这 这个说酒吧的门的话 被一个人打开 那么正是cliff jumper飞过山 飞过山跟他们说 说刚刚的话 我是追了你们好久 才追上你们 当然的话 我在对付鸠鸟的时候 也是花了一段时间 那么我的话 就是好的机器人 那这是伙老爹 立刻拿起了武器 分析大家的话 是马上蹲下隐蔽 那么他的话也是近距离 向飞过山进行一个火的清晰 那飞过山直接被打出了酒吧 那么他的话 也是摸了自己的后脑袋 说怎么又打我一次 那么这个时候 那么在他们的上方的话 传来了一个声音 就是感谢你们为我先下手了 没错 正是闹三天登场 好了 这个时候众士兵的话 也是一起向机器人开火 并且说到这个红色机器人的话 是叫来了自己的救兵 那么这个时候闹翻天的话 是跟他们说 说你们这个枪声的话 就像这个蚊子叮咬一般 这是跟我开玩笑吗 那么他的话 叫这个人类的话 是一脚踢飞 没错 闹翻天的话 一点不惯的人类 那么这个时候 在这个近处的话 正是这个大哥 那么正在向这个地方赶来 在上方的话 正是这个刺头 那他跟这个大哥说 前方的话 今天就是有这个八天五成员 大哥跟他说 说你坐好 咱们来个猛的加速度 好 这个时候闹翻天的话 那并且的话是徒手扇碎了一个人 那并且口中的话 就是哈哈大笑 跟他们说 果然如这个红蜘蛛所说 屠杀人类是非常的有趣 好 那么这个时候光头围形哥 是跟这个火火老爹说 说咱们这个武器的话 火力实在是不行 咱们需要换一些重武器才可以 那么他们的话 是来到这个皮卡车的后方 是拿出这个火箭筒RPG 那就是闹翻天的话 也是走到这个cliff jumper 飞过山的旁边 那么跟他说的话 你的死期就是今天 那么这时候carly的话 是挡在近前 那么想去保护这个飞过山 那这个时候闹翻天的话 哈哈大笑 说就凭你 那么一向就这个飞过山 那么好吧 让我来先送礼 就归西 好了 闹翻天的话 是把自己的火炮的话 是指向了这个carly 那么就在这个千军一发之刻 那个大哥的话 是及时赶到 是直接创造了一个闹翻天的胸口 那么大哥跟他说 你给我闪开 好 那么这个时候 大哥是变形了人形 并让这个刺头的话 是这个下来 那么躲到掩体 那么这个地方战斗的话 是我跟这个闹翻天之间的 好了 闹翻天起身之后的话 也是恼羞成怒 因为刚刚明明是有机会杀掉这个飞过山 但确实被这个大哥半路杀来 那么他的话 起身之后的话 也是使用手中的武器 进行一个火力倾斜 并且大骂这个全球大哥 是这个盗墓爱人之徒 但是大哥的话 也是不逼逼 那么直接拿起大枪的话 进行一个向前的火力攻击 而这个时候闹翻天的话 是不讲武德 直接使用这个传送能力 将自己的手臂的话 是传送到这个大哥的脑后 那么就是拽住大哥的头部 那么一下的话 将他摔到地面 那么这时候大哥的话 还想发招 但是这个闹翻天的话 是动作奇怪 是立刻又是一脚 那这时候大哥的话 是将这个闹翻天的 这个腿部的话 是抱在怀中 并且的话 是将他举过头顶 那么硬生来的这么一个过肩摔 那这个动物如此连贯 那么就连这个WWE 这个交交手的话 都觉得这个此番 是非常的专业和地道 那么大哥的话 是觉得这个闹翻天的话 一定是不讲武德 对付他的话 一定要这个速战速决 那么他的话 也是这个拿出这个热冬斧 准备将他解决 刀翻天发现大哥 真的是玩真的 那么也是有点干颤 那么上到这个时候 在大哥身后的话 是两名士兵 那么向他的话 是发射这个火箭筒 击中了大哥的肘部 那这个时候闹翻天的话 也是哈哈一笑 说这人类的话 是不但弱小 而且是愚蠢 那这个时候 他的话也是在这个伤口撒把烟 拿起这个火炮的话 是继续攻击大哥的肘部 那这个大哥的肘部的话 基本上是这个断骨连着筋 那么这个时候 闹翻天的话 是继续这个火力全开 向大哥进行一个火力清泄 而这个时候 刀头的话呢 也是这个担心这个大哥 那么也是向大哥跑去 那这个时候 众士兵的话 是在这个火花老爹的 这个带领下的话 一起向这个两个变军的话 进行一个火力清泄 势必将他们击毙 那么这个时候 众人的话 是拿着AKA4机 M16和这个M4A3的话 进行一个无情的火力清泄 那么这个时候 有没流弹的话 是打中这个刀头Spike 正是这个火花老爹的儿子 好那么这时候 前段时候大哥 看到Spike为自己中弹 是非常非常的心痛和懊悔 那这个时候最为心痛的话 正是这个火花老爹 因为Spike的话 是他的儿子 那么他的话 也是喝着大家 你们不要再开窍了 打得我儿子都没看到吗 好那这时候 最为兴奋的话呢 其实是这个闹翻天 闹翻天的话 是这个哈哈一笑 看这个大哥的话 手位断掉了 这个小孩的话 也是重担 那么他的话 也是在这个生活上撒把眼 准备的话 利用自己的昙花指 将这个小孩的话 送往西天 那这个时候大哥的话 是非常的愤怒 是立刻将这个闹翻天扑倒 那么这个时候大哥心想 闹翻天的话 是个不讲武的家伙 不一恋战 那么这个时候 我又没有趁手的兵刃 日冬服也不能使 那么只能使出 我自己的最后一个平衡绝学 就是扯断自己的麒麟臂 好那这时候 大哥是用左手握住了右手 使出了浑身的力气 是拽断了自己的麒麟臂 那么忍着痛苦 将这个麒麟臂的话 是向后一挥 那这个时候到翻天的话 是非常非常的恐惧 那不知道大哥 是不是被这个火云鞋身俯身 就能使用什么样的大招和奥义 那这时候 他的话也是这个火力全开 想去阻止大哥 但这个时候 大哥的话 也是这个冲到前方 那么利用这个大锤八十 小锤四十 进行一个九九八十 一式的这么一个锤杂 那闹翻天的话 直接被这个杂蒙 毕竟的话是不省人事 那么这时候 硝烟散去 大哥看到前方 躺在血泊当中 这个Spike的话 是非常非常的痛心 想起之前 是这个被自己踩死的小鹿 那仿佛的话 是这个昨日场景重现 那么大哥的话 实际上Spike的话 是拖在手中 那这个时候 火云老爹的话 感到尽情 跟他说 你不要动放下我的儿子 那这时候大哥的话 也是这个非常非常的懊悔 那么进行一个车辆的变形 将这个Spike的话 放在自己的这个车厢当中 跟这个老爹说 说跟我走 我可以救你的儿子 好那么此为何就到此路结束 预知后事如何 窃听下回合的分解 那么下部说的发售时间的话 应该是在一月份的中学 那么我的话 也会在第一期间进行购路 和一个讲解 好那么在这本书的最后的话 其实还有一个彩蛋 就是这个Cobra Commander 眼镜车指挥官 那么这本书的话 其实也是在下个月的时候出品 那么这本书的话 是提前给出了四页的这么一个预览 咱们也进行一个简单的讲解 好那么封面的话 就是这个指挥官 咱们这个检设部的这么一个吉祥物 那么上方的话 飞过这个方舟号 那么也可能的话会有些联动 好那么这个时候 是在这个大学 纷飞了这么一个酒吧 那么门的话被打开 同外面的话 进来这么一个穿着蓝色披风的人 那么酒吧里面的话 有人在喝酒 有人在聊天 那么这个时候老板的话 是问这个陌生 你要想什么东西 好那么这时候 穿蓝色风衣的话开始说话 但是说话的时候的话 是这个嘴巴发出了嘶嘶的声音 类似于这样的声音 我想要一台载具 我想一台载具 请问你是否有呢 好的 这个时候在酒吧的话 是有一个喝酒的老头 那么他的话 是有这个长成的头发和胡须 那么跟他说 说在这个大学纷纷的日子 想离开这个城镇的话 是当时需要一辆卡车了 那我的话可以烧你一程 好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长发老者的话 走到这个穿风衣的旁边 是拍了他一下这个肩膀 那么跟他说的话 跟我出去 那么这个时候 他的话是穿着自己的大衣 那么走出了酒吧 那么这个时候老板的话 也是没有过多说话 那这个穿着风衣的话 也是跟了出来 那么在门外的话 正是这么一辆被改装的载具 那么轮胎的话 是变成这么一个履带的形状 正好可以适合 在这个雪地里面行走 那这个时候 这个穿风衣的话 是又说话了 这个载具的话 是非常的适合我 好那么这个时候 长发老者的话 也是转身回头 跟他说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手里面这个东西 什么东西 是玩具吗 你这个怪人 那么这个时候酒吧老板的话 传来这个非常凄惨的叫声 那么接着的话 就是这个雪光喷剑 好那么这个时候 酒吧老板的话 也是走了出来 他是想起这个长发老者 Jimmy 那么应该还没有截酒钱 那他的话是走出来看看 他们有没有离开 那这个时候 在他身后的话 也有个女孩子出来 那这个时候老者跟他说 看来这个Jimmy的话 已经离开了 这次又没有付酒钱 但这个时候老者的话 是这个面露这个吃惊之色 那这个时候女孩子的话 也是这个大叫一声 到发现那个前方 那个老者的话 已经躺在了雪坡当中 而在下方的话 正是有这么一个演截车的标志 这个Cobra的标志 那么这个的话 就是这个四页书的这么一个预览 那么不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那么只有在下个月 这本书出来的时候 我们才能知道 这么一个整体的这么一个画面 到底是这个因何而故 好那么今天的漫画评书的话 就到此处结束 那这个就是这个6 我们下次见 See you next time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